话说五百年前 至尊宝和紫霞相爱 但是为了取经 又不得不跟紫霞分开 五百年后 紫霞投胎转世成为凡人 而至尊宝也变了模样 实不相瞒 我就是至尊宝 一个造型 他一站在那儿 就挺高笑 五百年过去了 没有想到世界还流传 我和紫霞仙子的故事 这次取经归来 我一定要找到紫霞 和他再去前缘 紫霞距离你十万八千里 一个跟头的事 子尊宝 你忘了你我之间的约定了吗 你要是在凡间 擅自使用法术的话 就立即重返天亭 永世不得下凡 骑蛇吧 好好打听歌啊 好好打听啊 紫霞 吃啥馅的呀 我是至尊宝 至尊宝 你吃啥馅的呀 不认识我了吗 至尊宝啊 每天在我店里来 二十多个至尊宝啊 你也听说叫 至尊宝能打折 是不是 你说你是至尊宝 行 你给我来个七十二遍 我看看来 遍一个 那都是传说 看来他真把我忘了 但是 我会让他 重新爱上我 小豪 嗯 你是喜欢柠檬汁 草莓汁 还是西瓜汁 我喜欢 你这小火汁 你这小火汁 什么 这小火汁 我é 紫霞 你喜欢 柠檬汁 草莓汁 还是西瓜汁 我喜欢你 你 给我滚毒汁 谁叫紫祥 客人 我是 我们山寨王看上你了 跟我走 哎 哎 放开紫祥 啊 看什么 啊 我的妈呀 走 哎 放开我 放开手 哇 放开了 哦 来了 放开了 哎 有啊 人有啊 哎呦 好 好 哎 哎 啊 哇 算 算 算 好 就是這樣 至尊寶為了救紫霞而破壞了規矩 不得不重返前庭 紫霞一直在原地等待著至尊寶 一直等了一輩子